首先呢 老師您可以進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訊息裡面 我們的講義在這裡 那 現在3D 其實很多 我相信老師也聽過3DD對不對 那不管你是用3D來做電印也好 還是做AR VR 有沒有虛擬實際 沒有的也玩過寶可夢 有沒有 那就AR 虛擬實際嘛 那個叫混合實際 那麼 現在你要做這些東西 有一個很重要的 是不是要有3D模型 你沒有3D模型 你什麼都沒有 那 使用3D呢 它其實是一套原本是用來做什麼 做室內設計用的 但是其實它可以做很多 小時候我們可能都有玩過 叫做伴家家球 今天如果要你 哇 你自己來這邊做這些模型 我想你是要花很多時間 可是如果你玩過伴家家球 玩過那個紫娃娃 你就知道 哇 我今天要穿哪件衣服 把那個剪下來 是不是掛上去就好了 就有那個感覺 那 使用程序就是那樣子 好 那麼 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說 今天 它本身軟體沒有提供一些模型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版本 我有放更多 所以其實老師如果您回去之後 您可以到這邊 點激實碟機 老師這個資料還會繼續留著 好 我們要去 開始 好 所以您進到今天的延期 在這邊 我的資料有放在這裡 所以您回去之後也可以從這裡下載 那這個版本呢 是我整理過的版本 就是我把比較多的模型 還有就是一些它的 所謂的外掛工具 整理在裡面 那各位呢 您也可以用 進到它的官方網站 它官方網站有中文 好 那軟體本身也有中文 所以如果老師 比如說 有沒有老師您是用Mac的 有嗎 就是那個蘋果電腦的 如果有的 它也有那個版本 您也可以直接在這個下載的地方 就在它官方網站上 直接去下載就好 這裡有Mac版 有Windows版都有 甚至Linus版本都有 只是你下載的版本 你看它檔案小很多 有沒有 它檔案小很多 因為它的裡面內建的模型比較少 我放了很多 所以我剛剛那個 資料夾的話呢 您如果是壓縮的 好 如果是壓縮的已經800多了 解壓縮大概是一群 就是那個模型會比較多 好 模型會比較多 這樣大家在用的時候 會用的比較高興 好 會用的比較高興 那這個是它的一個特點 那您可以看到 它在這個 使用的一個方式上啊 其實您可以看到 它像這樣子 這些都是它做出來的 這些檔案呢 也都可以下載下用 如果您想要線上直接看 可以直接點開 它就可以再跟你做互動 所以我們這個使用3D 它也可以做成網頁 變成所謂的3D的網頁 那你就可以跟這個使用者做互動 所以以後呢 老師如果家裡面有沒有 要裝潢 要修改一下 還是買新房子 你也在那裡 你看看 我們家改的時候 我就試看看 因為現在 你畫2D的 平常我們都畫平面圖 對 我都會碰上 都會碰上 但是這樣子 好像不夠視覺化 對不對 有時候 奇怪 跟我想的不一樣 最後跟它不一樣 那這個 就會有一些落差 那這個軟體呢 就有很好的方式 實用上 它真的不會很難 因為 我剛剛有跟老師講的 都有開不同班耶 但是 在大專也開 所以你看 有沒有這樣互動 對不對 然後呢 你想要進去裡面看 我就進到裡面看 你看 這個就是在線上的 也就是說 它可以直接輸出成網頁 那也可以 當然你輸出成圖片 輸出成動畫 都可以 這是它的一個優點 它的優點 那您了解這樣概念之後啊 其實我還把它用在哪裡 你知道嗎 用在 好像我們上次有網路 去年 玩那個虛擬攝影機 我把它拿來做什麼 做虛擬攝影機的背景 也有用過 這裡看一下 哇 它做了 好 這個都是 同學做的 它可以白天 也可以是晚上 所以它有光你的變化 老師有沒有信心 我們今天可以完成 哈哈 你知道你都很厲害了嗎 真的真的 好 那現在呢 要怎麼執行 您看一下 您的 我已經都幫您執行好了 那您可以看這邊 就是 回去之後 有 你用安裝的當然就比較沒問題 那我們現在用免安裝的版本 您解壓之後之後在這邊 有沒有這個資料夾 桌面上 應該都有 打開之後有沒有兩個執行檔 你用64 用86都可以 原則上 Windows 7以後 都是64會員 所以您可以用64試看看 萬一不行的話 你再 比如說你是Windows SE 你再用86的就好 好 那打開之後 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這樣OK嗎 所以老師 你可以先檢查一下 看看您的電腦 現在有沒有執行 好不好